大赛经验的累积就在这 本来分合连接0.1的 变成了空翻连接0.2了 好 接下来看比赛 唐锡进 这就是分开座 就是前面两个飞行连接以后 分开座这个灯杠回环180 然后这是个长串 反卧向前大回环 金单B360扭 然后是扭 B大回环金单B360扭反 大回环360 然后曲品叶格空翻 这是四个连程的长串 盯住 唐锡进 他这套的编排跟前面的 他的队友同样来自北京的 王静云很相似 所以今天的这场高地杠真的是 不亚于世界锦标赛了 唐锡进 在这次的 整个的全运会的比赛过程当中 前面比过的每一场比赛中 他让我们看到了他的那种 强大的心理素质和他的成长蜕变 就是他能在出现前面 比如说在平衡目项目上 能够出现大失误的情况下 回去以后他知道累计 就是累计自己的这种 应变能力 就资格赛有问题 你后面团体赛就要马上改过来 他马上就进入到状态 东京奥运会的平衡目项目的银牌 他呢在2018年的青奥会上 是高地杠这个项目的季军 他的难度是6.0 这次来回易 我给你 你 tutaj 罗 好 我 对 我